在东汉末年,任何一个人想出人头地,成就一番霸业,成就心中的报复,都是经历九死一生的。 咱就不说别人,就拿刘备来讲。 刘备在黄金起义之后,就开始拉着一支队伍,跟对方进行作战了。 首先呢,他是孝明于邹靖的手下,去跟张纯进行战争。 但是这场战争的残酷和艰苦程度,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。 不是刘备带着关羽张飞,再加上简佣之间出谋划策,他就在乱军当中所向披靡了,而是战事非常的焦灼。 最惨的时候,在战争工程当中,刘备跟其他人都已经打散了,自己在栗战的情况下受了创伤,并且养死,就是装死,才逃过一劫,接下来呢,手下的部将军,拼死给他抢了回来。 你想想,从死人都是给他捞出来的,就这样,非常艰苦的打了几年,黄金军的主要部队呢,暂时被镇压。 经过多年征战,刘备终于得到一个官职啊,这个官职是安喜县的县位。 别看这个官职不大,它意味着刘备有一个向上的阶梯了,将来报效国家,有这么一个机会了。 所以刘备是很珍惜这样的岗位的,在当地呢,经营的也不错,老百姓呢,对他也普遍认可。 就在刘备干的风生水起的时候,出现新的问题了,国家派来的监察人员,也就是都游,来到了安喜县,专门考察刘备。 这件事儿,三国志当中有记载,但是记载的呢,非常模糊,怎么写的呢? 说刘备啊,去求见都游,但是呢,都游一直不想见他,结果呢,刘备就冲进管义当中,给都游揪出来啊,然后放到人群当中,抽了一百多鞭子,然后挂了官印,辞职走人了。 这件事情非常的蹊跷啊,史书上都讲,刘备是喜怒不形于色的这样一个人呢,怎么可能就突然间暴怒,做出这一档事情,殴打朝廷的监察官员呢? 这不是莽撞人,这是张飞该干的事儿啊? 其实这件事情啊,背景非常深刻,当时汉朝已经是汉陵帝在位了,这个汉陵帝呀,是个特别贪财的人,剿灭黄金军之后啊,国家安排这些有工人员,你必须要给个位置啊, 所以刘备等一批人,就有机会从草根阶层,没有通过举孝联,这样一个国家控制的手段,进入了官僚体系,能够占据了一些基层的位置。 结果呢,黄金军的战乱暂时平息了,国家又拿出大量的钱粮俸禄来养活这些官员呢,突然增加这些官员怎么办? 另外呢,在这场战争当中啊,汉陵帝呢,也开始拿出自己的小金库啊,来贴补战争使用。 战争打完了,他也心疼这笔钱呢,怎么办呢? 要往回捞,他想了一个主意,就是买卖官员,把所有官员进行买卖,你出多少钱,你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,那我就让你来啊,所以通过买官欲绝来解决国家财政的问题,这虽然属于饮阵止渴,但也不是汉朝末年所独有的,好多朝代的末年都是这样的,等到光绪慈禧那个时代,也都如此啊,花点钱捐个顶带花铃,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,这也是一个王朝要灭亡的一个征兆啊,所以汉陵帝啊,就开始大规模的裁员呢,裁员的消息啊,其实在各个地方都有流传了,刘备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,所以刘备呢,早早就去管义,等待独游,想跟他求见一下,说这里边的裁员到底有没有我,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,他自己没有钱,还有养这么一支队伍,将来呢,还想不断的做大做强, 他根本没法贿赂独游,当然贿赂独游呢,也没有什么用,独游就是一个宣布任命的这么一个人物嘛,其实要贿赂啊,要往中央贿赂,让朝廷负责官吏任免的人员,不把你划下来,这才是真正起作用的,刘备在当时,显然没有这个实力,他自己呢,心里也非常清楚这件事情,刘备在驿馆门口啊,等着求见独游的时候,心中一定是还保存着一线希望,都是万一这里边没有啊, 大概有多好啊,但是啊,随着等的时间越长,他心中的希望,流逝就越多,我这么诚意的一次次来求见独游,如果名单里没有我,独游一般来说是能见我的,现在对我避而不见,他一定是名单里有我,在这种情况下,刘备就面临两种选择,第一,等着独游出来,帮着所有人讲, 说刘备,你这个县位被免职了,卷铺改,给我走人,这么多年的努力,白费了不说,更重要的是,自己没有面子,别人会怎么看你啊,国家不要你了,你就是一个丧家之犬呢,作为草根出身的刘备,跟别人不一样,你上袁绍袁树这样的人,四世三宫,我大不了不当着管,我走人就完了,等到曹操更不用担心了, 家里有的事前,他爹曹松,花了一亿钱,绝了一个太位,结果呢,当了八九个月,皇上就给收回去了,你看看,人家一亿钱都不怕,你刘备怎么比,包括他的师兄公孙赞,那也是幽州太守的女婿,手握兵权,人家压根就不在乎,唯有刘备不一样,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枣根,我一旦跌下去,再上来就非常的艰难了,就在门口等待独游这个时刻,刘备心里, 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,我不等你了,马上回到县衙当中,召集兵马,告诉大家,我受到命令,要逮捕独游,众位弟兄愿意跟我走的,马上拿起武器,结果呢,刘备就领了一群弟兄来到了驿馆,他本人亲自冲进去,一把把独游揪出来,绑到大树上,抽了一百多遍呢,书上讲的是打了二百仗,但是啊,刘备做人也留有分寸,没把这个人打死,他当着老百姓的面,明确告诉大家, 说这个人就是坏人,贪赃亡法,这不是什么好人,这种官我不当也罢,所以呢,就把这个印信扔到县衙,我不干了,你看看,刘备真是有气概的人,我不在乎这些事情,为什么刘备会打这么多鞭子,有些鞭子,是为了在镇压黄金起义的过程当中,自己付出那些努力没有得到回报,而产生的愤懑, 还有些鞭子,他心里是对朝廷充满不满,自己的一腔热血,一身本领,却报国无门,反倒被受到这样的冤枉和冤屈,我心中能受得了吗,所以这个鞭子一口气打下去,直到他解除心头之恨了,然后他又不想把独游打死,惹出更大的祸患,这才把自己的印信挂在衙门当中,转身带着众兄弟离去, 去开始心的漂泊,在《三国演义》这个小说当中呢,罗冠中是应该能感受到刘备受到的委屈,但是又考虑到人物情节,毕竟刘备亲手打朝行命官,这跟他汉氏宗秦的身份并不符,于是罗冠中呢,把鞭打独游这件事情,安到了张飞的身上,而且张飞呀,虽然鞭打独游有些莽撞,但是呢,他做了几个非常好的铺垫,首先呢,说独游来的时候,刘备求见, 独游呢,故意不见,结果回来一问的是什么原因呢,说其他人就告诉了,说这里边一定是独游找你要钱,你送些钱不就让你见了吗,这样一来呢,就给你好的评价,官位不就保住了吗,结果听到这个事情呢,刘备就说了,我平时当县令,非常廉洁,哪有钱财送给他们呢,这件事啊,其实并不夸张,刘备确实不富裕,历史上清廉的官员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,所以大家在读《三文艺》的时候,看到, 自然而然就会对刘备产生一种崇敬之情,紧接着话锋一转,说张飞啊,走到驿馆门前,看着去老百姓啊,被独游的人员驱赶,甚至殴打,上前一问,怎么回事啊,结果大家就讲了,说刘县位,爱民如此的,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好,所以呢,父老乡亲,让我们这些老人,替刘县令说说情,他没有钱, 但是,能不能让他留在这继续当县位,没想到,独游派人驱赶我们呢,百姓谁不爱好官呢,人民选出的代表,被独游给打了,这个时候你就别说张飞了,换成你我,也得冲上去揍他一顿,这就给张飞鞭打独游,增加更多的合理性,演绎当中描写张飞这一段呢, 正缘还演,咬碎钢牙,心中这种愤怒啊,每个读者看到这的时候,所有人的情绪都被张飞带着,跟着张飞一起进县牙,镜头往前推,然后张飞往里冲,别人会拦,张飞跟他推走,结果呢,到了驿馆的后院一看,独游在那坐着,县力被绑着在那跪着,你看,这个画面什么都没交代,他也没说独游在干什么,但是所有人都觉得,他一定是拷问这些县力啊,然后管他们要钱, 你看看,这个场景多高明啊,这个时候张飞又喊了一句震聋发聩的话,害民贼,认得我吗? 害民贼,这三个字,足以把任何人定到耻辱柱上,罗冠中压根就没说张飞是替刘备出头的,如果单纯替刘备出头,这就相当于什么,是兄弟之间的义气,他跟为民作主就差了一个档次,所以直接喊害民贼,让所有人, 引起共同的愤怒,这个人就是人民公敌,张飞不打,上方接瓦,这种人必须要痛打,这个时候张飞就把独游拖到了人民群众当中,开始一顿的鞭打呀,在这种情况下,有人马上去告刘备,刘备这才过来,张飞就说,这个汉民贼,我都打死他作甚,演义当中又转比一些,说刘备是个仁慈之人,不能这么打,毕竟是朝廷命官呐, 结果这时候关羽说话了,说兄长剿灭黄金军,出了这么大的力气,仅仅得了一个安喜县位,这段话就把刘备心中的郁闷都表述出来了,所以我们讲三国演义,他不是平白无辜邪的,他一定是顺着三国制当中,没有展开的路线进行拓展,他一直也没偏离这样一个主题,这个时候刘备就对独游讲了,说像你这样的人,我本该杀你,为民除害呀, 但是我这个人有好生之德,那我把印信还给你,我走人了,所以刘备呢,就挂官而去,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脉络,本来刘备当这个小县官呢,还能养这些弟兄,有一块根据地呀,但是这个国家不再给他机会,怎么办呢,他只有继续漂泊,居无定所,寻找新的根据地,刘备呢,是一路辗转迁徙呀,到各个地方当了一些小官职,又一直没有留下,后来到夏密这个地方呢,又跟黄金军的 残佈,进行作战,也被收编,但是呢,也没干长,史书上讲,副去关,又一次离开了,一直逃到的师兄公孙战手下,这才是告一段落,获得一个残喘的机会呀,在东汉末年,天下大乱这样一个时代,有一个存身之处,是多不容易呀,刘备起点比所有人都低,他奋斗的路线必然很长,在这种情况下,很多人嘲笑刘备,说你还讲什么道义呀,还讲什么仁慈啊,但是我觉得, 恰恰是在这种乱世当中,还保留这样一种情怀的人,并且有能力的人,是非常难得的,刘备绝对算一个,这也是他跟袁绍、袁树、公孙瓒,包括其他的所有诸侯,最大的区别,跟他相似的人呢,还有曹操,其实曹操也是有这样情怀的人,所以在两个人相聚的时候,曹操才拍着刘备的肩膀说,天下英雄,为师君与操尔,这句话不是随便恭为刘备的,是因为曹操 曹操在刘备身上看出来了,说刘备真不是一般人,果然最终两个人就分别成就一番霸业呀,刘备这边呢,还在苦谷寻觅着自己人生的落脚点,而曹操这边呢,起点又比他更高,但是也面临自己人生的重大选择 看看,好舞动 感谢观看